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受到乾燥的東北九封鎖影響 加上比較多雲 所以我們今天天氣都比較涼爽 早上市區最低氣溫大約20度左右 新界只有19度 而下午比較多雲 各區氣溫大部份上升到23至24度左右 下午亦比較乾燥 所以部份地區的相對濕度 下午跌至50%或以下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 看到其實香港附近受到一度比較廣闊的雲帶所覆蓋住 我們預計這裏雲帶在明天日間將會移到我們的南邊 所以我們明天的天氣有機會比較光亮一點 有些陽光 至於未來兩至三天的天氣會如何 看看最新的預報圖 現在正在影響香港附近華南沿岸地區的東北高游風 將會持續著 我們的天氣不會有大改變 直至到星期六 我們預計一股東北高游風的補充 將會抵達華南沿岸地區 所以我們明天天氣的天氣 早上有機會是比較涼翻一點 至於未來一兩天的雲同雨預報 看到現在在香港附近的雲帶將會在未來一兩天移到我們南邊 即是說我們未來一兩天的天氣將會光亮一點 有些陽光 至於詳細的天氣會是這樣的 天氣乾燥 晚間是大致多雲 明天早上市區氣溫大概有18度 而新界會再低兩三度 天氣乾 曝曠時間陽光 最高氣溫上升到22度 風為吹和緩的北至東北風 展望方面 看到在這個星期的餘下時間 即是星期四到幾天 天氣會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而早上的溫度會稍涼 今晚的天氣講到此為止 祝大家愉快晚上 再見